Hello 各位好 今天又介绍TTRT神一支75mm 近期TTRT神一介绍过一支75mm 今次又是75mm 上次的75mm大家都用得很开心 又便宜 质素又高 今次 这支75mm 就是一支手动镜 就是这支 75mm 1.5mm 这支镜子就是一支 俗称大B的复刻版 大B是什么来的 就是BIOTA 75mm 1.5mm 这支镜子的历史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 之前原版的那支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大家在网上找一找 究竟它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多少年前的镜子 而且它之前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在网上找一找它的资料 好了 今次重点说回这支镜子 这支镜子就称为 復古旋招 为什么是旋招呢 因为原版的宝达 拍出来的效果 背景 真是一种旋转的感觉 我就试过这支镜子 当然了 它拍出来 也有这个效果 不是 它也不会说这支镜子 是一支 旋招镜头 好了 我们就看一看它那个 产品参数先 这支就是一支 M42卡口 据这个官方网站就说有 LM卡口的 但是到今天呢 我都还没收到一支 LM卡口 只有一支 M42卡口而已 接着呢 光学结构 光学结构就用了两块 高折射镜片 焦段就75 最大光圈就1.5 最小就16 全画幅 这支镜子是一支 全画幅镜 视角就32度 它的类镜直径 58mm 那就是 跟Liqa的E58一样 所以我都找到一个 E58的 遮光罩 就可以扭到下去了 扭到下去 也挺伏苦的感觉 最近对焦距离 0.75 那些旧镜头也是 0.75 1 这样的 这里光圈叶的数量 官网那里写9片 其实我看过这支镜子 应该就不止9片的光圈叶 应该就有13片的光圈叶 这里可能就有些写错了 全手动 重量就是560-669g 应该就不同卡口的时候 它的重量都有不同 光学结构 4组6片 M42 和M卡口 暂时只收到M42 如果各位想看多点 它的参数 就可以回到 TT Artisan 网站 去看一看 因为这支镜子 是M42卡口 你要到不同牌子的相机用的时候 你要加转接环 我用了 三部Z机 买了一个M42 转接 Z机的接环 但是大家要注意 落到接环的时候 扭螺丝 扭回来 镜身的黑度 即是镜身上面这里 和相机本身是不对正宗的 一定要用六角时 扭回这三个螺丝 才可以调一下镜子 去正宗的 这一样东西 大家都要注意了 所以 大家下不同的机身的时候 都要找一条六角时 去扭一扭 去调回它 如果你帮我买的 我当然帮你调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自己在家里 看看有没有 小小的六角时 就去搞了 这一样东西 这次非常之开心 找到泰国一个 著名模特 跟我去 拍照 好了 现在就看看照片 究竟 它的表现是怎样的 我们先看看照片 泰国模特HANA 真的很美女 身材都非常之好 看看这张 其实拍出来的影像 全开光圈 就不会很sharp的 这支镜子 我 大部分的照片 都是全开光圈拍的 有一种很柔和的感觉 都是一些 旧的镜头 拍出来的那种 皮膚的质感 但是立体感 就非常之丰富 拍出来的颜色 这些相片 我也是那句 我一定有收拾过的 但是 没有这个 拍出来的底是那么美 其实收拾出来 也是难收拾的 所以 拍出来都非常之美 拍出来的人像相 很有奶味的那种感觉 好美 好柔和 看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们又看看其他 稍后 先给大家看看 究竟它的 旋径效果是怎样的 你看这张照片 真的拍到 好有质感 这张照片就收制了少少光圈的 所以 你见到 它的眼睫毛那里 都非常之锐利 但是 落到其他 鼻梁那里 已经会见到 比较 轻轻一点 但是 整体上 很有感觉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真是被出来的那种效果 好 我们看看其他照片 这个样子 真是非常之美 看到后面的散景 很有旧镜的那种感觉 散景真是 很椭圆形 还有 都有一条 光边 绑着散景的那种效果 我刚才都说的 照片 传开光圈 就不会说 很锐利的 但是 这种感觉 看下来 人像 就非常之舒服 这张照片 我都很喜欢 拍下泰国模特 真是很美 看看这张 看上去的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看看 在电车站那里拍 那种分离感 都非常之好 一支镜子做得到 真是不错 因为 对准了主体的时候 始终都是75.5光圈 都是属于大光圈的镜头 一落到后面的背景 都非常之梦幻的感觉 有些人问 又说有船散景 为什么看这些照片 都没有一个螺旋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用一些船散的镜头 不是一定背景 全部都会有 螺旋的感觉 要在一些 特定的距离 才可以做到这种感觉 那究竟该特定距离是多少呢 我就真是说不到给大家 通常后面的背景 就不要离开得太远 才可以发挥到 还有你想拍一些 很船的感觉 的散景 大部分都会去一些 树 草 这样 就会看到的效果 是特别厉害的 好了 我们看看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正确 这里 就是大本的一棵树 你会看到后面 真的有一个 螺旋的感觉 出来 树 也会有一个旋转 对了 这些散景 都会旋转的感觉 出来了 这些散景真的很漂亮 你看 每一个光点 从树叶那里透过来 都会看到 这个散景 非常之漂亮 真是 好 我们又看看第2张 我都说了 一些树 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特别会 显示螺旋的感觉 像这一张 也是的 一个旋转的散景 都会 给大家去看到的 看完这一张 这一张就更加 可以看到 那个旋散的感觉 即是背景 是一个旋转 包围着主体 如果你想 旋散的效果更厉害 你要放个主体 在不同背景的距离 去试一试 就会出现到 船散的效果有不同 看回照片的效果 感觉 都非常之特别 不是说这支旋转的 都有船散的效果 这一支真的做得不错 还有我们拍人像的时候 我都说了 立体感 都是非常之美 加上 泰国模特 HANA 也是很美 所以表现得 这支镜头 也是非常之好 再看一张照片 我觉得很美 照片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看 我们香港的定价 是2180元 看完我影片 介绍这支镜的时候 当然 过来就有特价 不用2180元 就可以买到这支镜头 今天有关这支镜头的分享 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想看多点照片 又或者对这支镜头有什么 疑问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我也会 和大家解答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